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說你知一個三角形 他三個角的度數乘等差 那乘等差的話 我假設中間那個角 我叫做A好了 這角是最大角 那公差我假設叫D 這是A加D 這A-D 那這樣的話就乘等差了 那他說我們曉得這個 這個三角形三內角加起來是等180嗎 所以三個角加起來是3A 等180度 那這樣我A我就算出來是368 60度 A的話是60度 所以這是60度 然後呢,第二個條件是說 最大角是最小角的四倍 這是60的嘛 60加上D 是等於最小角的4倍 4倍的60-D 那這樣公差我也可以算出來 這裡的4D移過去 加D的話是5D嘛 那4個60-1個60 就3個60 180 515 535 5630 所以公差是36度 公差36度 那問最大角跟最小角的度數 最大角的話多少呢 就60加36 60加36 這個是96度 這是96度 那這個呢 這是60-36 這4 這4 5減3 2 24度 這24度 最小角24度 最大角96度 這4 1 1 2 2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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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